出生于北京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1973年被导演谢体黎选中在影片《海峡》中饰演童年海峡 之后又在《泪洒呼苏》等多部影片中饰演悲剧形象 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 蔡明首登春晚舞台与龚汉林合作表演的小品《陌生人》 至今共25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为观众奉献了24部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 成为历届春晚小品中出镜率最高的一演员 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 与春晚相伴20余载 蔡明与搭档郭达组成的达名组合合作了15次 提到自己的搭档他还是不舍 我们两个人合作了20年 在10年的时候他跟我谈 他说我觉得我老了 我身体也不好 他说我觉得春晚压力太大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演出在一个面包车里坐着 然后他在跟我说说 眼睛里全是眼泪的 但是就是一个人 你和你20年的习惯告别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既然郭达这么说了 我就得尊重他的选择 郭达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他一定是深思熟悉之后做出的决定 2008年春晚 蔡明的小品梦幻家园颇受好评 他扮演的寿楼小姐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和老搭档郭达一起出演 另一位合作演员王平在2013年因病去世 也让这次合作成了蔡明最深的一次春晚记忆 在蔡明经理 搭档不能一直在自己身边一起征战春晚 是令他最遗憾的事情 同时这也成为让他继续坚持在舞台上的一个理由 不成这样还好啊 当然好了 这个是大家也是演的很多的人物里面 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人物 可能大家还记得这个是寿楼小姐穿的衣服 演那个蔡小姐 这是那条围巾 你讲话有一句真的吗 有 我真的姓蔡 我都忘了这句了 真的有这句 对 有这句 这是当时我穿的那件衣服 那一套衣服 那一套衣服 然后 是那年的作品让您影响最深 还是那年和您一块合作的人让您影响 从这个吧 就可以想到这个 我曾经合作的一些搭档 都曾经给大家带来过很多的快乐 可是他们现在都已经相继的离世了 都是因为生病 比方说詹吕荣老师 高秀敏 王萍 有的时候排练的时候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那么熟悉的舞台 可是身边又少了熟悉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 尤其在春晚剧组 因为剧组的那个办公室是不变的 永远是那个办公室 每年春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去开会 然后坐在那张那么熟悉的那张长长的桌子上 桌子旁边的时候就会想 对面曾经有他 有他 有他 还有他 春晚还在继续 那张桌子还在 但是坐在桌子后面的人 不一样了 我能够走到今天 还能够站在春晚舞台上 也是和他们绝对是分不开的 所以能够还站在这个舞台上 完成这些个演员 这些个朋友 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心愿 也是我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防着我吗 我奶奶说脸 人性格肚皮不能不防 1991年央视春晚小品陌生人中 安奶奶说的这句陕西方言 成为那个春节街头巷尾挂在大家嘴上的口头禅 30岁的蔡明 也凭借这个农村傻姑娘的形象 开许了自己在喜剧界的成名之路 我特别希望大家津津乐道的 在一年当中 包括可能是在接下来几年当中 都在说这个台词 就觉得很有意思 很好玩 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 定做的呢 1996年是蔡明郭达在春晚舞台上的第四次合作 两人合作的小品机器人去画 除了对话语言经典 蔡明凭借自己对喜剧表演的悟性 能扮嫩能装老 变化度极高 让观众对蔡明饰演的机器人形象喜爱有佳 我现在在碰到就是 当年看春晚像长大的一拨孩子 我说你最喜欢哪个 机器人啊 异口同声 我说哦 现在才知道 这个机器人是符合了当时孩子们 喜欢神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就 小孩喜欢机器人的特别多 大妹子你看 2010年之后 除了与潘长江打档 蔡明身边带的新闻越来越多 王宁 长远 岳云鹏 大鹏等人 都跟随蔡明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新词汇 新段子 新的穿着打扮 都是蔡明主动求新求变 来适应观众的口味 他们给我拿了数据 我说最90后最喜欢 太逗了 然后我碰到年轻的孩子们 我就会去问他们 我说你们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我们的年龄 完全年龄差异太大了 他说不是的 蔡老师 你虽然演的是一个老人 但是你用的是我们的语言 你是用的我们的语言 我是我们喜欢的语言 我们都在说你说的台词 二十多年来 蔡明一直能感受到春晚舞台 带给她的压力和动力 她明白观众的审美和要求 一直在提高 所以每年都要紧跟时尚 拿出新花样 一年又一年 今年56岁的蔡明 依然在春晚舞台上 努力把青春坚取到底 是压力也是动力 压力是来也是 我是害怕 那么多看着我脸就失望 动力是 我得为了这些眼睛去努力 而且春晚的创作过程 你们也知道 是非常痛苦的 我非常奢侈地在说 我在春晚的舞台上成长 我有这样这么好的一个舞台 最好的舞台 我不能够辜负这份天分 更不能辜负 这么多年陪伴我过来的观众 这真的不是一遍